就是讓人家看到他們的天賦 然後就是我想要介入 就是身杖藝術家幫助心理障礙的人 就是身杖幫助心臟 心臟幫助身杖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我跟募資平台講 然後他們好像有一點不懂 這是伊甸的計畫嗎? 這個是我跟伊甸萬方奇能 就是他們都是收中重度的那個身杖 對 然後就是因為就是一般大家都只是同情他們 但是我想要讓人家真正看到他們的天賦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有幫他們去做就是 教學的群幕的影片已經派好了 但是我們希望就是藉由這個策展 然後我們會希望就是在十個房間裡面 然後藉由不同的藝術裝展 那也有就是腦波 然後還有一些繪畫攝影 然後還有一些文字 然後讓一般的人就是可以去 有一點像Merge Experience這樣子 然後去探討 一個融入式的體驗 對對對 就是一個新的旅行這樣 那我想要用群幕的方式 然後我們就是除了就是這樣的一個Tool之外 我們回饋的東西都會背上就是循環經濟的設計 舉例來說像我們有一個空間是文字的空間 那我們就會設計布衛生棉 然後用有趣的方式就是 因為女生可能身體急嘛 真的很痛苦 但是她看到這個文字會很融合這樣 對 那因為就是我之前 我有跟就是群幕的貝殼放膽 對 就我有跟他們接觸 它不是平台啦 它超滿規模 然後她一直覺得自我好像太發散 但是其實因為這個東西它沒有就是整個Complete 它就會好像缺一塊這樣 對 所以我還蠻想要聽聽看你的建議 就是可以怎麼說人話 因為我覺得我好像就是在空中 然後人家都聽不懂我在想要做的是什麼 如果不是群幕 而是就是訂閱式群幕 訂閱式群幕 對 因為我有一個想法就是 因為你的回饋 這樣聽起來跟你的價值本身 不一定完全可以結合 事實上是一兩件事情 對 對 那所以本來就是比較難 因為當你有回饋的時候 大家多少還是會把它當作產品研發 那樣的方式來看 那又看到說這個跟這件事情 其實沒有實質關聯的時候 通常這種群幕就比較難 對 確實是如此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有很多群幕的做法 它是不是給回饋 它是給類似像是參與權這樣子 就是我們如果找訂閱式專案的話 像嘖嘖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像綠蒙的那個透明足跡 每個月五萬八千元 或者是敏迪選度每個月十四萬三千元 那個都是 就是像透明足跡是你到超市掃它的報告 它會出現它的生產率 那包含它的這個製造商 有沒有違反反經法規的這個立場 那然後明迪選度就是每天早上 它會送一個國際新聞過來 那也就是說它透過訂閱式節目 它買的是類似一個會員的資格 而這個會員的資格 其實主要就是它能夠跟創作者交流而已 但是它除了可以說不定可以影響 未來的創作方向之外 它沒有任何別的實質的會饋 那這樣子我覺得是比較純粹 而且你也可以隨著時間過去 這有點像NGO的定期定額 其實你會累積越來越多的資金 而不是一次性的你要做一個更高 就把它用掉 講一下說不定可以考慮 OK 好那因為就是我們那個社長 我們現在就是差不多已經有規劃時間了 然後會是在10月6號到21號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那就是我不知道有沒有榮幸 可以就是邀請正偉您 就是來就是做一個簡單的分享 或是我們來做影片記錄你 因為就是我自己有稍微research一下你 就是因為你的成長背景比較特殊 那就是我覺得還蠻多的成長背景比較特殊的人 但是他們在一個trigger沒有被轉動的時候 其實是還蠻辛苦的 那我覺得就是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也可以跟他們分享就是在什麼樣的時候 他可以轉動那一個trigger 那一個trigger是什麼東西 其實跟我們策展的這個用意 就是我們只是想要讓他看到更多的工具 因為有些人他知道自己可能面對了什麼問題 但是他沒有觸我 那我們想要 我常常分享的就是說 當時我離開這個國中 那是我跟我們當時的國中校長有談過 那我跟他說 我在網路上面跟很多學者一起做研究 那他理解這個之後 他就說那你明天不用來學校了 那這個對我是一個很重要的trigger 也是我的貴人 但是這樣子的情況 第一個現在因為實驗教育完全是合法的 所以這個故事雖然很理智 但是現在沒有怎麼用 放一個自學計畫給你的縣市的自學成員 我融為就好了 對那或者說可能我從小開始寫程式 可是現在大部分小孩從小也就有scratch 然後就可以玩了 所以我覺得因為我就是這些過程 當然你看之前報導都很多 但現在到底還能有多少參考價值 其實也不一定 我的意思就是說其實不一定是 比較特殊環境的人 或是比較特殊專長 其實我覺得每一個人都很特殊 但是都是會遇到那個barrier 但是那個barrier就是 他沒有過去他就會跌下去 對那只是就是在你怎麼轉念 對 像當時我覺得說 常會入學條例 我不去學校就會罰款 但是我沒有料到說 我校長竟然願意說 那我不用去學校他來類似蠻的教育局 他現在追溯機過了 對 所以我當然這對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轉折 是 對 理解 好然後就是 因為我剛剛講的就是 我們會想要透過就是 這一個方式然後來去做 就是去模 所以你會建議就是我們是直接 就是在去找這個平台 然後 不一定是責招 也有一些別的嘛 就是專業V啊 杜杜克啊 但是有很多個平台 就是用訂閱式的方式 我會建議 我這樣聽起來訂閱式的 雖然一開始可能沒有那麼大的宣傳 但是比較細血長的 而且這也可以promote 就是你每個月左右辦一個比較小的活動 那比較不是一次性辦了就不見了 那還有一個想要請教的是 因為其實像就是大企業 他們都會做CSR 但是因為其實就是我們這個project 其實最主要就是要做一個prototype 就是其實CSR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而不是只是一次性的陪伴 他可能可以做team building 那只是我們對這樣的connection 對我來說是比較沒有那麼多的 我們隔壁的那個雜貨店 天天地板 他們是最擅長的做這個 是最擅長的做這個 可以跟他們聊一下 對他們做了很多高談 讓盲人就是接近全盲的視像者 畫的畫都可以去拍賣 工藝拍賣 或者是說你剛剛有看到一輛車嗎 那就是要本來是用輪椅的接曼者 變成一個城市的導覽員 甚至可以給手機充電等等 那這些後面都是有很多的CSR的力量 所以也許可以跟他們交換一下新的 所以就是我們去找他 可是他們會不會覺得我們是competing的就 不會 應該要做吧 除非你把他當作競爭者 因為我之前有稍微聊過一次 然後後來就 你就跟天天想聊聊過一次 如果你的目的是要 然後就是大家找出新的做法 這就比較沒有競爭可言 如果你是很具體問說 你是找哪些企業的CSR 那當然他會覺得這個企業的CSR就這麼多 你是來問這個做什麼 所以我覺得還是那個模式 創新的模式我想大家都很願意分享 但如果是說特定的 你跟哪個企業拿了多少錢 那當然不是到這個程度 懂 理解 所以那我還蠻好奇的就是 像我們在社會企業裡面 就是可以有怎麼樣的管道 可以reach 比較多 就是正在做CSR的企業 大概我們的社創的高峰會 社創高峰會 這個是最 最專注他們這個題目的 今年是線上的 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概會現在什麼時候 今年的社創高峰會 今年的社創高峰會是 看一下 9月21到25日 然後裡面2324兩天是國際的 網址是APSIS.TW AP AP Azia Pacific 然後Social Innovation Summit SIS APSIS.TW 其他像N-POSE年會 應該也會碰到一些這個題目 嗯 好 懂得理解 那如果我們就是那個活動開幕式 的時候有有榮幸可以邀請你 我通常是預錄 通常是預錄 哦 預錄嗎 對 因為我大概就是像我們現在 這樣子 你講的比較多 我聽的比較多 這個我才會出息 因為我才有空氣聽 那我如果只是完全有講的 預錄是根本一樣的事情 好 所以有這個機會可以 那你給我稿子 我就請我們同樣看一下 對 沒問題我最後就錄 好 當然很短啦 就是可能一分鐘就錄 OK 好的 謝謝你 目前應該就沒有太大問題 好啊 好 謝謝你 謝謝